大家好 最近在這個全球性的戰略的情況 出現一個史無前例的事 史無前例是什麼呢? 五艘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隊 就是說不是只是航空母艦本身 包括它屬於它那個戰隊的其它的戰艦 通常有什麼驅逐艦、攻擊艦等等 護衛艦很複雜的 可能每一個航空母艦的船隊 可能是有七、八條船的 就是說五艘航空母艦加起來 比如說平均每一個艦隊是八條船的 八成五 四十的戰船開向西太平洋 其實三艘已經在那裡來了 已經停在沖繩、菲律賓附近的基地那裡 再加兩艘 但是不單是二次大戰以來從沒有過 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 五艘航空母艦 我記得最多是三艘 當年特朗普總統他跟金三叛那個肥仔 北朝鮮的肥人談判之前他就是這樣做了 他打電話給金三叛、金正恩之前 先是下命令三艘航空母艦駛向朝鮮 然後將北朝鮮團團包圍三艘 全部火箭對準平壤 然後特朗普就打電話 我的朋友我的老友金正恩 怎樣?我想和你談談去新加坡還是去越南 這些是特朗普的出典型的特朗普的辦法 他知道特朗普這個人很厲害的 他知道金正恩這類人是欺軟怕硬的 所以他先派三艘航空母艦 當時已經說是二次大戰以來 第一次三艘美國的航空母艦集中在同一個地區 然後說金正恩手都抖起來了 當然同意了 你想想這麼多年 朝鮮從來不同意要和美國談判的 阿森很厲害的 他不是問你要不要談判 他說不是 喂 你是在越南談判 就是在新加坡談判 給你兩個選擇 聽起來好像很有選擇 但是兩個你選來選去都是要和我談 你不談 你要知道我三艘航空母艦的火電 都瞄準你的皇宮 就是乖乖地去談判 之後他沒有出現過二億 再出現過 到今天就出現了 這次更厲害 五艘 這五艘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家也知道 我經常說特朗普雖然是比拜登強 但是拜登是沒有辦法不反共 就是反中共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美國的議員絕大部份 不論是民主黨的還是共和黨的 絕大部份認為中共是一個強大的威脅 以及是一個最大的威脅 最近為什麼傳出消息說 可能美國不再花錢去支持烏克蘭 其實原因不是因為美國沒有錢 而是美國越來越多的政要 就是議員和內閣那些成員 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 是明白這個道理 他們最大的威脅並非來自俄羅斯 而是來自共產中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這個認識我跟大家說 特朗普早就認識到 甚至在奧巴馬時代 就已經有美國軍方的高層 多次向奧巴馬打報告 說我們最大的威脅是共產中國 而不是什麼中東那些恐怖份子 因為當時奧巴馬是將所有的軍力 他首先對付中東那些所謂反美的恐怖組織 而是稍微疏忽了中共的 但是他最後那一年奧巴馬 他在軍方的壓力之下 他都開始改變了 當時他就派了兩艘航空號樓去西太平洋 所謂西太平洋 就是中國東外對出的太平洋 特朗普一上台就更加清楚了 特朗普是第一個美國總統 提出所謂的印太這個概念 以前是說亞太 亞太就是亞洲和太平洋 亞太地區是什麼 就是西邊有中國 東邊 或者是 如果你把太平洋當中心來看 西邊有中國 東邊有美國 南邊有澳大利亞 這個區域以前叫做亞太 現在都是叫做亞太 但是特朗普將它擴大了 成為印太 就是印度洋 太平洋兩大區域連在一起 就是說 由印度開始 一直經過東南亞 中國 一直到加州和澳大利亞 這一大片地區是成為美國 全球軍事戰略的重點 這個是特朗普的時候開始這樣搞的 而中共和西方的代理人 就是想破壞這個戰略的 所以有些人搞出俄烏戰爭的 當然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是絕對錯誤的 但是這個時候你可以將它由小變毛 是吧 化解了 但是你也可以將它由小變大 搞成一個很大的衝突 這些是另一回事了 就是俄烏戰爭的 總之現在西方很多人 一直推動要擴大俄烏戰爭 這個是合了中共的口味的 因為我曾經說過 中共的全球戰略是什麼 到處點火 它就可以趁火打劫 先是說給普京聽 你不用擔心的 你可以發動戰爭 我會無上限支持你 無上限跟你合作 所以普京一回到家沒多久 因為習近平跟他說 你不要在冬季奧運結束之前就開戰了 這樣會影響我奧運的宣傳效果 所以普京很聽話 因為中共答應它不太多 那就聽話了 等到冬季奧運一結束 第二天 兩天之後 結束之後兩天就開戰了 12月24日 好像是2月4日 但是終於是2022年的2月4日 就開始了 後來中共 這些全部是秘密的 它不會公開的 中共一直跟伊朗 可以說是最有好的國家之一 我應該說是最有好的國家之一 而且比較強大 因為朝鮮不是很強的 伊朗比它強的 伊朗一直是很多中東的恐怖組織的後台 所以沒有中共後面的支持 伊朗也不敢去縱容這幫恐怖分子 去向以色列發動戰爭 這是第二個點火 第三個點火就可能是朝鮮 朝鮮那裏 金正恩也要聽話 沒有飯吃的 大家要知道 朝鮮90%的石油是來自中國大陸 50%的糧食是來自中國 所以它不聽話不行的 即使金正恩有時都想犯下骨 但是沒有辦法 人家拿著那個金箍罩 說喂 你不聽話 沒有飯吃的 50%的糧食來自中國 90%的就是來自中國 所以每一次中共的黨魁 一念那個金箍罩 然後阿鎮正恩就立刻乖乖就罰 就是這樣 這次很可能我覺得 美國的五艘航空母艦 之所以去 是因為美國得到情報 說這個北朝鮮可能要搞事 朝鮮可能會搞事 會發動某一種的戰爭、檢火 因為我和大家以前講過的 中共的全球策略就是到處點火 點火足夠的時候 它就可能真的無同台灣 要攻打台灣 它因為要到處點火 為什麼? 可以拖著美國的軍力 它就不怕攻打台灣 這是它的如意算盤 所以它很怕特朗普上任 為什麼呢? 特朗普已經基本上說得很明白了 它說它一上任 它會不知道一兩天之內 就要可以造成一個俄污停火 為什麼呢? 為什麼它這麼說 因為它是明白 在歐洲、中東都不要給它們點火 要釋火 讓美國可以全力集中去對付中共 所以它才這麼大口氣 就是為了圍堵中共 為了遏制中共 它是願意在俄烏戰爭方面 比較大方地對待俄羅斯 在這個哈爾战爭呢 特朗普不太擔心 因為哈爾戰爭呢 這個以色列是比哈馬斯強大很多的 另外呢 美國的作好準備 如果它已經警告過伊朗很多次 阿布林千萬不要直接抄襲 美國就不客氣 總之美國的策略是要鎮住中東和歐洲 然後全力去對付中共 如果大家是中國人千萬不要誤會 它對付的不是中國 它對付是共產黨 大家也明白 台灣也是中國人 而美國對台灣的中共是非常非常好的 願意全力支持 對香港人都很好 都是中國人 所以它不是反中 它是反共 大家也明白 所以其實美國的反共策略 對香港來說是非常好的事 因為我們香港人都希望光復香港 共產黨一天當權 香港就沒有辦法光復 當共產黨下台之後 香港就前途光明 好 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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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